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最主要介绍一下在糖尿病治疗上面的一个医学上的新的突破 这消息很多人最初是在自然杂志上面看到的 自然杂志在2024年9月26号,也就是两天之前发布了一篇文章 他说钙细胞逆转了一位妇女的糖尿病,这是世界上的首例 而这些首例发生的地方就是在中国 这篇文章里面大字介绍了一下这个治疗的始末 同时也告诉大家他这个信息的来源 这个信息的来源是来自于细胞杂志 细胞杂志在2024年9月25号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由北京大学的生物系以及天津的一些医院联合发布的 他最主要的是介绍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通过干细胞的治疗 完全摆脱了胰岛树的治疗 具体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我们知道糖尿病是现代人当中一个非常常见的慢性疾病 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现在有5亿个糖尿病患者 大多数的是二型糖尿病 也就是说他们体内可以生成胰岛素 只是这个胰岛素要么量不足 要么就是胰岛素的活性不够 对于二型糖尿病往往用口服药可以治疗或者缓解 但是有另外一种糖尿病是一型糖尿病 一型的糖尿病 它的胰岛已经完全被摧毁了 所以它无法产生任何胰岛素 对于这类患者的话 口服药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打胰岛素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今年来医学界一直想研究一个方法 帮助一型糖尿病患者摆脱胰岛素的治疗 现在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 就是胰岛的移植 也就是从捐献者的体内提取胰岛 然后移植入一型糖尿病患者体内 但是胰岛移植并不普遍 因为胰岛的捐献者实在太少了 根本无法满足这么多一型糖尿病患者的需求 今年大家都在研究的一个方法 就是干细胞是不是可以治疗一型糖尿病 但是我们也发现 很难从糖尿病患者体内提取干细胞 而生物界现在有一个新的技术 我们叫做人体细胞同编程技术 这个技术是日本京都大学开发的 最基础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他把人体的一些成熟细胞提取出来 然后把它逆转 逆转成干细胞 再用这个干细胞让它演化成胰岛 这个技术后来又被北京大学的细胞生物学家们进行了改变 而改变后的成果就是我今天所要说的干细胞移植技术 北大的细胞生物学家利用了这个重编程技术产生了一些移岛 在2023年6月他们在天津进行了三台手术 手术时间不长大概只有半个小时 他们只是把150万个胰岛注射入了三位患者的腹部肌肉中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因为过去哪怕是胰岛移植基本上都是移植到肝脏 而这次他们是移植到了腹部肌肉 这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观测胰岛的变化 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比较容易取出来 这个手术以后奇迹出现了 大概在两个半月以后 也就是说在2023年的9月份 这些胰岛产生了足够的胰岛素 同而他已经不需要再注射胰岛素了 而且这种状态已经维持了一年多 这个就是整个报告里面的内容 对于这个消息 我可以说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医学界的轰动 各种医学报刊在这两天都在讨论这个移植手术 很多医学家认为这个也许可以完全的治愈 一型糖尿病的患者 当然这是一个实验性的 也有医学家们对这个东西提出了一些疑问 或者说顾虑 第一个顾虑就是对于这个移植的干细胞的 胰岛排斥的现象 那么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是从患者自身体内提取的细胞 然后逆转 然后再转变成胰岛的 也就是说这是患者自身的细胞来的 为什么还会排斥 这个就和一型糖尿病有关 一型糖尿病患者 他之所以自身的胰岛不工作 就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疾病所造成的 也就是说他体内的免疫系统攻击了自身的胰岛 从而让这个胰岛不再工作了 这个有点像立峰式关节炎之类的 也就是说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误判了一些东西 把人体本身的一些好的东西给破坏掉了 所以说当我们用这种钙细胞移植过去的胰岛 会不会也同样的产生排斥现象 或者说自身免疫性的攻击现象 这个值得进一步研究 那么有些人又会说了 你看这位妇女已经只用了一年多 不是没问题吗 里面又有一个关键 就是这位患者过去已经做过胰岛的移植 所以说他一直在吃免疫抑制剂 因此从他这个个案里面 我们无法看出 如果这位患者不用免疫抑制剂 这个钙细胞移植过去的胰岛 是不是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量化 也就是商业化的方式 也就是说这个手术必须要患者本身提供细胞 然后逆转 然后变成胰岛 整个过程不管从时间上来说 还是从金钱上来说都应该比较大 所以说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第三个 刚才我就说了 天津那边一共做了三例手术 有三个患者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25岁的一个妇女的案例 那么另外两个的情况就并不是很清楚了 那么这两个患者到底是移植之后和这位妇女一样 还是略有不足 还是完全没有作用 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 如果说另外两者不成功 为什么不成功 只有我们了解清楚了这一点 才能让这个技术到复于更加多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样 医学界非常肯定这次的成果 可以说这个为一型糖尿病患者 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干细胞的移植治疗一型糖尿病 并不是中国单一的国家在研究 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在研究 而且也有好几个已经进入了临床 其中一个就是波斯顿的Vortex公司 这家公司也采用了干细胞的技术 生产出了胰岛 而且把这个胰岛注射入了十几名实验对象 但是它这个和中国这个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它是用捐献的干细胞 也就是说是一体的 就是不同的人体里面拿到的干细胞 而产生了胰岛 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你只要弄到一个干细胞 就可以大规模的繁殖胰岛 但是它的不好的地方 由于来自于不同的个体 所以说对象必须要用免疫抑制剂 要不然的话就会有排斥 这个实验 它大概是从今年六月份开始的 也就是说比中国那个足足晚了一年时间 但是它的实验对象要比中国多 大概有十几个 现在从初步的报告来看的话 已经有些患者摆脱了胰岛素 也就是说和中国的那个天津妇女一样 已经不需要注射胰岛素了 但是这个情况能稳定多长时间 还有待于观察 另外还有一个技术 在进一步的研究就是如何让这些患者摆脱免疫抑制剂 也就是说我可以从其他的个体里面提取干细胞 生产医岛 但是放入灶患者体内以后 如何避免的患者去排斥这个外来的医岛 同样Vertex公司也在研究这个技术 而且这个技术据他们所说已经进入了初期临床 另外一个研究部门也在研究相类似的方法 这个就是日本的京都大学 如果这种不排斥性的一体的干细胞移岛可以成功的话 那么这个技术就容易量产 当然到底以后价格多少 这是以后再说的事情 但是总体来说 干细胞在治疗一型糖尿病上面 从这次中国的实验来看的话 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性 我相信随着科学家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突破 一型糖尿病这个疾病终将被克服 好了 那么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我把这件事情和大家说清楚了 最后祝大家都健康 谢谢大家